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師師師師財 我花了12抽就已經中了所有角色卡了 我們先用納茲隊挑戰 然後這邊其實只能記錄 因為妖精尾巴合作才是太讓我驚訝了 所以我們來大師頻道來記錄一下 那選納茲的好處就是因為對龍類攻擊有加成 所以第一關其實可以很輕鬆打過去 不過看一定要不要血技能 好這樣就好了 因為龍類會在 納茲隊龍類攻擊會在多加2.5倍 好輕鬆解決第一關 來 好這邊也可以輕鬆打 好 好 然後不能消暗 暗珠 這樣 我聽降成這樣 太瞎了 好 汪 我進了都還沒轉起來 欸 那是沒有認真轉 開龍刻 不知道會不會過欸 好 過了 嚇死 洗太快 新珠是暗 暗不要消 新珠是暗 新珠是暗 這樣應該可以吧 好 好 這邊的話 看要不要先把它打到30%一下 先不要轉太多 好 再打一點點 這樣 太小力 這樣呢 我想說把那個時間 撐 那個兩回合已經結束掉 再一口氣帶走 好 然後再裝一個 這樣有30%以下了嗎 成為30%以下之後 好 那我們這邊帶走 這樣會帶走嗎 還是要 還是要再復活一次 好像會再復活一次 好 因為這個實在很難算 好 直接火輪的咆哮炸過去 這個不要 好 這樣 好 好 解決 好 大師他這一關 不小心輸了 所以這邊重打 然後 注意血量 你幹嘛 沒有注意血量 亂打 嗯 嗯 如果擔心自己的 血量不夠的話 就 轉火柱轉多一點出來 兩萬多 喔 這是要補要全滿 兩倍 然後再弄紅點好了 其實可以不用 如果你手轉很有信心的話 可以不用 不用像我們這樣 因為大師只是要拼 求一個寶藏啊 好 OK 好 你這邊要打你三萬多 所以你 上一回合如果沒有補完 補要滿血的話 你這關一定會死 好 因為如果你要解火屬成就的話 就是那是對就是 你就不能帶敏拉生了 因為敏拉生防毒嘛 好 我來打擾你們 在這裡的所有人 給我消失 然後其實這邊可以點燃拉 不過現在大師沒有 技能還沒跳起來 那這邊的話是 水光暗不能消 手消不能消 嗯 看一下 水光暗 那這邊都 就是慢慢轉就可以了 不用急著轉 嗯 等一下我好了 旁邊再一次爆發就好了 嗯 順便洗一下技能 唉唷 差一點 其實差不多了 嗯 點燃他好了 噢 應該帶走了吧 然後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就我們開火愛 然後要打7顆齁 下面有火龍的咆哮 我們先等一下 7顆 3457 我也不記得 7顆 哇 可能我可能沒辦法走上7顆 可能我可能沒辦法走上7顆 哈 好痛 再延遲一回合 嗯 這COMBO對我來說好痛苦 嗯 啊 有COMBO 誒 可是 我不能點藍嗎 我們等紅連爆連刃 啊 水珠 為什麼有手裝可以這麼強 我沒辦法 喔 痛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 應該可以帶走了吧 可是也要7顆 所以不能轉太爛 有 有了 靠天槍 好像弱西會更好打 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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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好 可以啊 過了啦 這已經過了 去死啦 前進吧 走在光明的道路上 永晚之前 他這關可以解火屬成就好 啊 他大石機子已經解完了 喔 破紀錄了 破我自己的紀錄 好啦 那這次就 再見大家 那 喜歡我們的頻道 主要方的圖片 按一下 訂閱 右下角的訂閱按鈕 跟鈴鐺 就打開 這樣做更新影片 你就要收通通知喔 謝謝大家 這裡的觀看 掰掰